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本月15号开始 每年只需要验车一次 陆兆福今早出席马来西亚汽车总会第41届常年会员代表大会时宣布 他已经指示陆路交通局向警方反映 不要再取缔再送私人物品 少许货品和小工具的货卡 而且在执法时也应该是情况弹性处理 这些4WD如果它不设 它是在自己的这个货品 或是私人用的这个4WD如果它在货 在它的pick up truck里面 不应该杀满 所以KB已经是告诉我们的这个警方 我们卖我们的政策 卖这个pick up truck 卖这些4WD pick up truck 也不是说一定亏定它一定要注册吧 也可以私人用的 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私人 私人用的这个用途也买这些车 他也警告车主们 不要滥用这项权益 如果货品超重 或是把货卡作为商业用途而没有注册 车主肯定会受到对付 另一方面 陆兆福昨晚也宣布 为了减轻业者的负担 交通部决定做出修改 允许车铃五年以下的吊秤车 检查期限从现有的半年一次延长到每年一次 赵明福失事十周年 随着西蒙政府在去年509夺过政权 为赵明福家属带来陈渊昭雪的一丝曙光 不过到现在依然没有任何正面进展 让赵家再次陷入低迷 面对多次的反复和转折 赵明福妹妹赵丽兰有话要说 来看本报的专访报道 赵丽兰说 从内阁一决重新调查赵明福案件 至今已经等了一年 从一开始的开心到现在的焦虑 担心 无助和失望 让赵家开始质疑内阁的承诺是否存在 他也说 首相多马哈迪在今年5月 曾经披露 西蒙用了一年时间 解决前朝留下来的紧急弊端 他因此质问政府是否可以开始关注赵明福命案 只要有人管理被对死 就是一个对烂犬的治法难为 是一个最大的打字 我觉得社会不应该用更多的生命来去纠正这个腐败的制度 尽管如此 赵丽兰还是认为不能把国阵和西蒙作对比 毕竟如果不是当初国阵的夺权以及执法单位腐败的因素 赵明福离奇死亡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对于警方以非法禁锢条文重新开查赵明福命案 赵丽兰表示无法接受 他希望有关单位以黄委会调查报告和上诉庭的判词为基础 援引多个刑事法典条文 包括谋杀和捏造供词等等重新开查 配合赵明福失事十周年 赵明福民主基金会也在昨晚举行了 沉默非选项活动之重返现场烛光首页纪念活动 上百名民众和非政府组织代表 都聚集在沙亚南马沙拉大厦底楼 以行动声援赵家 沈牧与106岁民旦及失事十周年公祭 今天早上在世毛月富贵山庄沈牧与牧园举行 现场有超过500名出席者 献花单位和代表也多达120名 教总秘书长陈清顺代表宣读公祭文 除了向沈老禀告首次的政党轮替 也痛批西蒙政府漠视民意 最场公祭活动在今天早上8点30分开始 由教总主席拿督王超群 董总主席陈大锦 沈牧与的儿子沈默毅 以及富贵爱心基金会副董事长陈建发 代表献花 陈清顺稍后在宣读公祭文时指出 尽管新盟政府执政一年带来不少新气象 却在种族和宗教极端主义课题上显得力不从心 有关各族权益平等课题的处理方式也不尽人意 在关系到各族群的权益平等 包括各族母语教育发展的课题 也不尽人意 惹人诟病 以承认独中同考为例 这是新政府在大选宣言的承诺 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兑现 拖延到今天 此外 陈清顺也点出 新政府革职了多所原本在前朝时代 就已经批准新建的华小 希望新政府听取民意 重新启动这些建校计划 以汇集华教发展 换个焦点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早前受委认为国政顾问局主席 这项决定在巫统内部遭遇了一波反对的浪潮 无情团前团长凯里 今天就和巫统资深领袖 拿督斯里纳兹里同台 异口同声表达不认同的意见 还揭露两人被巫统内部标签为异类的遭遇 凯里今天出席巫统霹雳州 萧山区步代表大会 他在致辞时劝勉党领袖 不要把党内的异议人士当成孤立的野兽 他说提出异议是因为发现党内的优良文化 已经荡然无存 希望可以做出改变 让新的领导层引领巫统往对的方向 走下去 纳兹里也披露 他和凯里因为不苟同 纳吉受委为国阵顾问局主席 才被谩骂和排挤 甚至被标签为异类或作对分子 他认为纳吉应该让位给年轻领袖 而不是把政党视为个人资产 凌驾在国阵主席之上 纳兹里也强调 他只会效忠政党和党主席 当发现不对的时候 也会和凯里一样勇敢提出 不会当yes man 另一方面 面对各种反对声浪 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扎西 就跳出来捍卫纳吉 他强调 纳吉确实有过人之处 也讽刺那些批评纳吉回朝的巫统领袖 是一群疯子 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是纳吉的手下败将 色狼危机无所不在 带孩子逛街的父母 接下来这则新闻可要留意了 一名女童跟随母亲和妹妹到便利店购物 女童离开母亲去选个物品的时候 突然被一柄男子雄暴 还对他做出了猥琐的行为 吓坏了女童 最终案件是在本月10号 在雪州万劳青香林一间便利店内发生 女童被男子非礼的行为 全都被毕露电视清楚拍下 男子趁女童选购物品的时候 突然从后面雄抱他 还以下体摩擦女童的臀部 然后快速离开 没想到的是男子后来又折返 再次对女童做出非礼的行为 得逞后快速逃离现场 也吓得女童赶紧跑开 儿骂警区主任山苏助理总监证实 已经针对毕露电视画面展开调查 目前正在通缉涉案的变态男子 并且援引2017年儿童性罪案法令展开调查 首相敦马哈迪刚刚庆祝94岁生日 但是年龄对他来说似乎不是问题 他今天难得放下工作享受户外运动 在雪邦国际赛道骑双人脚踏车 还完成了11公里的路程 体力完全不输年轻人 新闻最后我们回到现场 看看马哈迪忙里偷闲的一面 我是苏欣 祝您周末愉快 再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